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 规定院舍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4日之前进行检测 有关的院舍包括安老院、残疾人士院舍、护养院 及附设在院舍的日间服务单位 在今个月15日至21日期间直勤 包括全职、兼职及替嫁员工 需要在今个月14日前去到政府设立的社区检测中心 或自费去到认可的C型化验所进行病毒检测 今次的强制检测不包括位于长洲或煤窝的安老院舍